水有點抽筋 兩位辛苦了 主持人反應也都挺快 問一下兩位老師 還記得不記得 您第一次主持節目是什麼節目 我第一次訪問的嘉賓就是阿渡 當時還算是挺重兩級 因為他剛剛發唱片 然後我是第一天上班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明天訪問 我說不是就先讓我一個人先幹著嗎 他說沒有 明天有嘉賓 你趕緊去訪問 那我說怎麼準備 然後呢 我們公司就派了一個 挺有經驗的一個主管 扮演阿渡 然後他扮演了 就是不同的阿渡 比如說話很多的阿渡 不說話的阿渡 很兇的阿渡 很溫柔的阿渡 然後我用不同的方式跟他對話 然後到了第二天的時候 我還是緊張 就整個過程當中 一直想上廁所 然後呢 我還拿著一張紙 你知道嗎 就是訪問題目 問題一 問題二 然後問一個看一個 然後特別特別失敗 那個時候 這個也很正常 尤其當時阿渡這算 挺大的咖啦 就是不愛說話 不愛說話 不愛說話 對 太不愛說話 我又不會說話 所以那個時候 那次會 哪兒喝了一下午茶 和皓叔叔 您第一次上中央臺的節目 處處是什麼情況 第一次上中央臺的節目 那個時候已經是一個老油條了 因為已經從77年就幹了 也一直在中央臺客串 但是我第一次上天地之間主持節目 可能有的朋友可能還要記得 我是什麼呢 利用我從小會畫畫 我給大家一個背影 畫了一米老鼠 小朋友們好 我是米老鼠 把全國的小朋友拿下了 一下就Hold住了 畫得這麼好 說得這麼好 長得這麼標誌 還來一個趙守婷 對 對 當天那頭畫有一種小反俏 我用 對 就覺得很難 還沒有叫反俏 叫趙守婷 你這也都聽不起來了 對 聽不起來了 請問一下 李宗盛 李宗盛